哈囉大家好 歡迎來到我的頻道 今天要來案例一套雙大劍培制 開始之前呢 我們直接先進一段實戰片段 我們這一套呢 不管什麼廢廢了 直接拿黑劍來測試就行了 可憐的黑狗狗 有本人覺得黑狗狗穿帽T的時候很可愛 然後變黑劍的時候又很帥 等一下等一下 我要落跑了 這套配裝我估計稱它為冰與火之歌 主手是變態蛇王給了褻毒聖劍 副手則是搭配大家的老婆送了暗月大劍 挑這兩把的原因是因為 這兩把劍本身傷害就很高 平常推圖的時候幾乎不需要上什麼狗 最多只需要上到暗月大劍本身的戰技 以及部分火焰賜予我力量之類的祷告就可以了 看看這精美的跳皮傷害 跳三下沒有肥被扛得住啊 接下來是這套配置的重點喔 戰技 如果你真的手殘或是有個腕力的話 一發戰技下去 回的血量是很可歡的 而且它的吸血沒有你想像的這麼簡單 首先戰技掠奪火焰 掠奪火焰會奪取HP 第二段打倒敵人時還會再恢復血量 砍出處決之後 配合致命一擊回血的染紅兇刀護符 又可以再刷一口血 放慢畫面這邊可以看到 它其實毀了兩段血喔 這真的不會太OP了嗎 大家覺得這把劍以後會不會被NERF呢 留言給我讓我聽聽你的預測吧 而副手拉尼的暗月大劍則是帶有冰凍傷害 而且本身傷害面板也很不錯 而且最重要的是 各位你可以成為拉尼的勇士啦 I am a Tarnus blade of Rennie 而且這把暗月大劍才可以打出劍器 配合主手的掠奪火焰 會員可攻退可守 不 退可補血 好啦 這套真的很強 最後再放一段20秒斬殺月光龍的片段 都知道 我最喜歡吃光龍的片段 不會 很喜歡吃光龍的片段 我最喜歡吃光龍的片段 我最喜歡吃光龍的片段 護符 護符方面必備的有加強戰機的亞歷山大碎片 以及強化跳坑的勾爪護符 其他的位置大家可以自由搭配 也可以試試我推薦的染紅兇刀 因為這套很容易打出處決 而且命一擊之後呢 配上這個護符又可以再回一口血 兩幫人BOSS戰的時候 大家就看情況自己自由搭配囉 這套針要說缺點的話 就是勵志、靈巧、信仰都有基本的需求 大約算是中後期之後可以上手的每一隻喔 這一期的影片就介紹到這囉 我們下次見 喜歡的話麻煩幫我訂閱、分享、按個讚 對我來說就是最大的鼓勵喔